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 美国国会众议员阿米·贝拉 是一位具有20多年经验的内科医生和医学教育工作者 贝拉议员代表加州的第七选区 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和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的成员 贝拉议员坚信美国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度 人们在这里只要努力工作 遵纪守法就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潜力 实现自己的梦想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阿米·贝拉议员来演播室 请她就广泛的问题发表看法 贝拉议员在节目中讲英语 您所听到的是同声传译的声音 欢迎贝拉议员 贝拉议员刚才介绍您说 您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亚太小组的成员 第一个问题我就想请您谈一谈 在您看来美国在亚太地区所要面对的 期待要解决的最重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在想从亚太地区来看美国 那么可以说亚太地区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区域 那么大家都看到它经济急速的增长 那么同时是40%的所有的全球的收入都在这个地区 那么而且它将会在持续不断的增长 21世纪应该是亚太的这个世界 但是当然同时也有很多挑战 包括北韩也包括南中国海的一些紧张的局势 但是整体来说 这应该是定义21世纪的地区 因此我们认为非常重要 在20世纪的时候上个世纪 当然在二战的时候这里头也遇到了很多挑战 当然我们不愿意重蹈覆车 我们在21世纪不应该重复20世纪的事情 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的重新再崛起 它的这个经济的增长 那么中国呢在走向世界的这个之灵的时候呢 不应该呢是竞争 而是跟美国有合作的关系 严谣先生您刚才提到了 就是在亚太地区的重大问题 您提到了朝鲜问题 朝鲜核危机 朝鲜半岛的这个问题 那么朝鲜呢一直是在寻求发展核武器 那么最近呢又接连不断地进行了几次这样的导弹试射 这样的可以说是一种挑衅活动 那么应对朝鲜的核武器的威胁 或者是应对朝鲜危机 我们最有效或者说最佳的办法是什么 这样说到这个北韩的危机呢 可能是最急迫在这个亚太地区必须解决的问题 作为美国跟别的国家 在这个地区的国家一到 比如说好像韩国呀 或者呢是日本呢都得要应对的 也就是为什么跟中国的合作关系 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 没有人愿意呢来发动一个或者呢 这个发生这个核战争 而中国在世界舞台成为了一个领导者 所以呢它要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稳定这个地区 那么我们 我们跟这个盟国合作伙伴一到 能够做的一些事包括这个制裁 也让这个北韩知道呢 继续要寻求这种长 这么一种这个长城的这个导弹 对他的利益呢不相符 追求核武器也是这样 那促使他们能够回到这个谈判桌上进行谈判 也就是在这呢中国呢能够起很大的作用 因为它与北韩呢有特殊的关系 那么尤其是贸易上的关系 所以呢中国呢必须得严肃对待这个事 我们不能由我们自己来做这个制裁 那么中国呢也要加入进来 也就是说尤其是通过啊 这么一个这个贸易方面 因为它也是要起作用的 医院先生您刚才就是提到 中国在这个朝鲜核危机 当中的这样所应该发挥的作用 那么在过去的可以说十多年间 那么一直有一个六方会谈 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么我们现在注意到 在川普总统上任以后的 这短短的这两个多月时间里边呢 就是朝鲜那么做了一系列的 这个挑衅活动以后呢 我们注意到美国和韩国和日本呢 高级官员已经发表过两次三方声明了 那么就有一些批评说 川普总统可能在这个解决 朝鲜核危机的这个问题上 可能要更多的要依赖于韩国和日本 而不再去更多的依赖中国在当中发挥的作用 在你看来美国是不是应该 还应该鼓励让中国发挥更多的作用 来解决这个朝鲜的核危机 或者朝鲜半岛的危机 绝对是中国呢 的确起着自观重要的作用 那么中国呢 也是五常之一 联合国安领会的五常之一 那么在这个地区呢 也是一个大国 所以呢 我们应该呢 与美国建立这种合作的关系 这种一种伙伴的关系 那么当然 这个北韩不断的挑衅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要确保日本和韩国 向他们的确保我们的承诺 要保护这些国家 而北韩的必须得了解 他们挑衅的行为 尤其是针对这个韩国和日本的挑衅行为呢 将会带来一些 这种 一种 这个回应 川普总统这个话说得非常明白 当然我们把所有的选项放在桌面上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手段解决 但是这个是要以北韩 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 无意的这么一种 没有注意的这种 这个为大前提的 而中国呢 应该是成为我们 这个平起平坐的这么一种 这个伙伴 我们可以采取制裁 但是我们必须让中国参与进来 中国的公司呢 也必须遵守这些制裁才行 那么同时呢 我们让北韩回到谈判桌前 但是呢 北韩必须要了解 我们保护我们这个地区盟国的决心 全世界都认为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是一对非常重要的这样的国际关系 川普总统上任两个月了 他对美中关系的处理 你觉得怎么样 您知道的确是 提勒森国务卿 也就是第一个这个出行 到这个地区的出行 就到了中国 这个就强调了 我们现界政府呢 是了解我们之间 这个关系的重要性的 的确是美中两国呢 是竞争对手 那么也就是因为 它毕竟是数一数二的 那么大经济体 但是同时它要协作 因为我们的经济呢 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那么如果美中的这个关系呢 对全球都不好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中国的经济不好 对全球有影响 美国的经济不好 对全国也 全世界也有影响 所以我们必须得了解到 这个重要性 因此呢 川普总统已经邀请了 习主席访问美国 看来这个今天稍后呢 就会这个实现 那么在太平洋的这一端是美国 那一端呢是中国 都是领导 洋洋大国 我们呢 对于稳定这个区域呢 是有负有这个义务的 同时呢 我们要发挥非常强势的经济关系 我们再回到您所代表的选区 刚才介绍您是代表加州的第七选区 您的选区 还有您选区 您的选民对于川普总统上任这两个月以来的 他所发表的言论 还有他所采取的许多的政策或者是措施的反应怎么样 您知道其实啊代表啊 一个社区也好 一个选区也好 他同时呢 也是代表了我们美国 可能是最多元的一个这个社区 尤其是来自于加州 不言而喻 就有很多移民 很多来自亚洲的移民 比如说来自中国的 或者是亚太别的地区的移民 那么川普总统在这个进行大选的这个时候 来说的一些话 甚至当选之后说的一些话呀 其实呢是无注意的啊 因为我们就是由移民组成的国家 一代一代人的这些移民呢 都呢可以说呢 为造就美国的伟大 做出了这个贡献啊 同与此同时 他们把这个宗教文化都带到这个国度 那么成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这个一部分 一个元素 这是极其重要的体现到这一点 而我们要确保 比如说好像我自己的这个家庭来自印度啊 那么还有别的一些移民 可能来自于亚太的别的国家 或者是世界各地包括中国 那么孩子来到这 能够呢 或者教育 他们都是希望来来到美国 有一天成为美国的国民 我们呢应该呢成为这种典范 也就是说我们尽管有了一个新的总统 但是美国精神不变 美国人民不变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我们美国之音的 我的就是东亚语言部的一些同事 要让我替他们问您 一定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川普总统的这个移民政策 对于亚裔美国人 特别是在您的选区里边的 您刚才也提到 就是来自南亚国家的这些亚裔的移民 造成了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样 有一些这个对穆斯林的这个禁令 或者是旅行禁令这些做法呢 美国的大众呢 至少是这么理解的 有些人 那么可能呢 就导致了一些这个攻击 比如说好像这个在南方的这个州的一些攻击 比如说这个肯萨斯州啊 或者甚至是华盛顿州啊 等等的这些攻击啊 这些不是个好事 我们呢已经给现任这个政府呢 说明这个对于美国来说不是一个好事 作为这个外交事务亚太下族委员会的一员 那么我们当然是面向这个亚洲 比如说包括南亚和印度 那么所以呢 我呢 对于我们的这个盟友说明这一点呢 是责无旁贷的 我们不能够改变民主的根基 我们欢迎来自全球的移民 是非常重要的 我同意 我们 我们呢必须要成为美国的这个世界的灯塔 我不同意他的做法 我们注意到白宫公布了2018年的新的财政预算之后 您在您的网站上发表了一个声明 您的声明说 川普总统的2018年的这个新的预算方案 is bad for California 对加利福尼亚州啊 是会造成伤害 那么对于您具体到您代表的这个选区 第七选区的就业的状况 或者是经济状况 会带来什么样的具体的影响 那么当然有不同的影响 因为在这个预算当中啊 我们当然是希望有更强健的 更强健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 跟世界能够竞争 比如说中国 那么中国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些 比如说高铁这个体系 我们也希望能够打造一个 一样好的啊 这个高铁的这个体系 但是这一个预算里头没提到这么一点 但同时呢 川普总统也说过了 要啊这个改变贸易政策 我们对此深表忧虑 因为这个加州呢 跟世界全世界都有非常强健的 这个贸易关系 我们不愿意啊 这个比如说川普总统呢 这个 设立一些这个贸易的壁垒 对加州没什么好处 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 那么我们是希望我们的货物和服务呢 能够跟全球进行贸易 那么比如说在中国的听众观众吧 也知道中国呢 对美国的出口也是很多的 我呢 期待川普总统呢 能够呢 更多的呢 是取一个合作的这个政策 当然呢 我也要保护好 我们自己的就业岗位和公司 好像中国也愿意保护好 自己的就业岗位和公司 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 我们不能够携手前行 一起这个增长 在整个亚太地区都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呢 我们不能只是看一种 我们之间是一种竞争的关系 还有一个合作的关系 全世界的国家都能够增长 再来说一说 这个就是也是上个周末 您是一名医生 您做过二十多年的内科医生 还做过这个医学教育工作者 为什么共和党提出的 要替代奥巴马医保的这样 或者替代并且废除奥巴马医保的 这样的一个方案 在国会没有可能通过 尽管就是国会 现在两院都在共和党的掌控之下 共和党已经在过去的七年 就一直要废除这样的一个 奥巴马医保法案 但是为什么 做不到 原因是什么 其实您知道 他们共和党内部有一些政治斗争 所以没有办法获得相应的票数 但是其实他也应该跟民主党商量 因为作为一个医生 其实以病患为本 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 大家都应该获得医保 而且能够使用这个医保 所以我是非常乐意跟共和党人一起 并不是说废除 而是说把这个奥巴马医保 能让他更好 不断地完善 比如说好像在加州是行之有效 可能在别的一些州不一定是那么有效 比如说能够带来更多的竞争 能够让人们获得更好的高质量的医保 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是非常愿意跟共和党合作的 你看就是没有 就两个医生 他们完全可以给我打个电话 叶元先生 我今天没有更多的时间跟您谈起来 谢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 接受我的采访 我们非常感谢国会众议院 阿米贝拉医生 也是国会的众议员 来美国之音的演播室 接受我们的专访 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 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